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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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们早上好 我是宜家醒来八点多了 趕紧头没出 脸没洗 跑下来溜搏 溜完了就怕狗把那个什么 把把把尿全拉污了 我就干的更多了 还是我的事 所以那个啥 一会溜完了赶紧上去 一大堆活动我干的 昨天完也没洗 然后姑娘扔了一大堆脏衣服 我今天还得给洗出来 然后她要吃尖饺吧 早上再给她煎几个饺子当早饭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送她去车站 她一点多的车票 所以今天的事情还挺多 我们刚溜完回来 我家狗正在喝奶呢 用姑娘尖饺 昨天的鱼又把它蒸一下 当早饭吃了 有的冒费了 刚才走到楼区口上 回来的时候 走到楼区口上 发生了一件事 我家楼下这个老太太呢 把我拽住了 她家啥情况呢 她家是这个房子 是女儿的房子 但是女儿一家人呢 包括孩子都在外地 就很少很少 基本上一年都回来一次吧 在这家里 然后呢 老太太就住在这里 帮她看房子 老太太刚才就把我拽住了 就跟我讲 说是不是我们家洗机房 漏水漏了她家去了 她家的房顶 那个啥 洗机房的那个房顶 全部烂掉了 然后一直烂到沿着 沿着客厅的那个踢脚线那里 我看了一下 她让我去看 我就看了一下 确实是的 洗机房漏得还蛮严重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说 这个东西啊 因为她家以前 她女儿过反应过这个情况 知道吧 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厕所 全部重新装修了 然后包括那个线 全重新铺了 水线砸了 然后防水重新做 做了一米八截 然后 有几年没喊了 今天她又开始喊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不知道啊 到底是外面渗水进来漏 还是我们家厕所漏 我问她 我说你家厕所漏了现在 她说不漏啊 她说就洗机房漏 那我就怀疑 这个我们的洗机房呢 是靠外 你看到没 看一下 我们的洗机房是靠外 然后呢 靠外有可能是外墙 有缝 有缝隙 然后水渗进来 她家是这个顶上 洗机房的顶 全部烂掉了 然后我们家是烂到这里 我们家也是烂顶 我们家也是烂顶 她家比我们烂得很 她家全部烂掉了应该 然后我就怀疑 她家这里是不是全都漏风了 她洗 她厕所又不漏 然后我们洗机也做了防水 你知道吗 为了 她以前说的时候 我们为了怕我们家洗机漏水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又重新铺了 连砖都没要了 直接又重新铺了一层防水 那无情马肯 就是我们重新又做了一次防水 她家是这里都烂了 我怀疑我们家这里也烂 因为那个啥 就是这里脚 我怀疑我们家也烂 因为啥 因为我家 你看这个 我们铺的砖 看不出来 知道不 这里全掉了 房子住久了 四这楼那楼 然后我们这一块小区呢 有可能也是质量不好 我带你们看一下 我家这个 然后为了让老太太放心 我就叫老太太到我们家来看看 我家这个房间不漏 她家这个地方也漏了 就是靠空调那个位置也漏了一点 我们家厕所 你看 这楼上的也给我们 把这个泡掉了 也泡了 我怀疑楼上还是漏 但是别人说不漏 我们也没办法 也就这么僵就着的 还有这一块 全部都漏掉了 空调也全坏了 我们也没办法找 别人说家 别人家不漏 然后我们就 只有可能是外墙漏呗 这个地方又没漏 为了这个墙啊 我们还专门请人 把我们防盗网开了个窗 就是准备装修的时候 别人可以出去 把空调取掉 知道吧 每个人家漏的地方不一样 就是外墙的问题 我们隔壁也是的 隔壁比我们家漏的还狠 我们是漏的这个位置 又来了 姑娘又来了 你看我们家漏的这个位置 这就像贫民窟一样的整了 他我住了十年了 十几年了 然后以前都不漏 就这两年就开始漏了 谁知道咋回事 就开始有问题了 这墙全掉了 墙提 楼上说别人家说不漏啊 那肯定就是外墙渗水呗 只有这样了 那能怎么办 也没人陪我们 我只能说我以后重新装修的时候 等孩子出去了 重新装修的时候 顺便叫师傅把他家顺便也抹一下 他家就是那个洗衣房了 别的没什么 哎呦 看我们家这里也漏了 这有人在家就是不一样啊 完了这都开始漏了 你看 这个地方也开始漏 所以说房子质量问题 也不是我一家的问题 看我们的厕所 你看看 给我们泡的把砖 把那个你看 泡的 我们也是对付着在用 咋子呢 这个地方我还没注意呢 这个地方都有了 所以完了 这地板也要不成了 因为地板经常也有狗在那个地方 所以是啥呢 这个一个是房子老了 他都会有问题 还有一个他们都说 我了解一下 我们的小区 80%家里都有漏的情况 墙被泡坏的情况 都没有办法 我隔壁漏的还狠一些 现在都没回家住 他说找物业 修了两回 然后呢修两回还是漏 他也懒得找了 所以解决不了 知道吧 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漏水 肯定还是房子质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装修的时候 防水是做了好几遍的 然后我们 他一说漏水 我又重新做了一遍防水 把那个地板呀 什么的管子 全都重新铺 重新做了的 然后现在还漏的话 那我也 那可能就是外面的事了 我也没办法 我不可能说 每年都把我的厕所撬了 重新铺一遍 重新搞一遍 是吧 不可能的 只能对不着 就是那个 他又怀疑我们家洗衣机的话 那我就用洗衣机的时候 我就 我就那个啥 仔细一点 看是不是我们用洗衣机漏水 然后那个 该啥啥的 所以这个买房子真的是 也是 据我所知 没有人家不漏的 我小姑子家也是的 我小姑子家房子也漏 他也是个老房子 他也漏 也是把墙拉完了 每个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嗯 旧家都是凑合的 所以买小区的时候 一定要买个质量好的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 也挺贵的 也没觉得它质量不好 因为我这个房型 特别喜欢 但是房子住着住着都会有问题 没有一家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老公煮的茶一段 我还以为 我老公心什么时候变那么细了 还给我们煮茶一段吃 我以为我老公心变细了 还给我们煮茶一段吃 以前从来没给我们煮过 刚才我姑娘起来说 是因为外婆拿鸡蛋的时候 睡了几个 然后呢 爸爸不得不煮 搞饭就是这样 难怪呢 准备吃早饭 家里乱的像狗 我一会儿收拾 等我姑娘上学去了 我来收拾 下午走了再说 再行 我这又心里没带来 我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老公 买麦不停 烹末 是 咯 晒 买华 他们心里会期待的 起碼他们不会说 老平这个人还没有收拾 你不是像那个谁也火了把你给捧弄吗 你同学 但是它们还蛮酷的 它叫紧重 小吃 它没吃了 它们都不把辣椒 它这几次出来玩它都没有吃 都是打低了一些 事实证明它们特别大一个吃了 我给你看看 肥虎的鸡 事实证明养个家伙 哈哈哈哈 好几样 给我60万 生了两千 对不起 你生了两千 你生了两千 生了两千 2人都赶紧 你哪里怎么呢 太阳光了 他们立马要怎么回家 这个刚考上大学 然后大学都没上 就是等 那不是暑假吗 暑假开学这家伙都没去了 这不是姐姐 闻姐姐的裤子 好球赞 说不装什么东西 还是一大箱子东西 走 还有个太阳两用的闪 走 你咋不买学生票呢 那你就不便宜了 他爸给他拿口罩去了 这么多 哈喽 我是苗姐 我回来了 给我姑娘送到车上了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把她过年的红帽给她存卡里了 然后她的卡给了两千 自己还搭了一千块钱现金 养孩子就是这样的 哪有不花钱 一会回家还好多事没干完 家伙活 我那个吸尘器 吸地 吸了一半也没电了 现在充电 地也没吸 还有更衣室都没收拾 火也没差 这两天火可多了 他搞的那些垃圾 搞了一堆 也等我回去弄了 今天太阳特别好 你看大中午的 孩子出门上学吧 有一种轻松感 但是也有一种失落感 但是孩子长大了 就跟小鸟翅膀长阴了 因为总要肥的让她 她在门口这个山壁上有小松鼠 从这爬上爬下的灭灰 现在还没看见 等到秋天板栗成熟的时候 夏天好运也有 小松鼠就从这从山上爬下来 爬的可快了 这里就会掉的有板栗 现在应该没有吧 野板栗 这是板栗帽 针子 这是板栗帽 针子 它的壳就是这种 这是它的壳 果子 松鼠就吃这玩意儿 您住这环境也挺好的 鸟有花香 我家厨房看到的就是这树桃花 洗了这么多衣服 哇你怎么没 你是又做饭还是要干啥 你就吃饭是这个意思不 说 我说你不是有盛汤吗 你花了冰箱的哈 冰柜 不是有那个蹄子吗 哇上学去了 也挺无聊 说话的人没了 过几天我就要语言障碍了 跟我老公两个人在家 我姑娘说了 你们俩可以打牙语 学一下手语 我跟我娃说 完了 你妈也得语言 失去语言功能了 我姑娘说 那你就跟我爸俩正好 比划手语 你看多损 娃不在还挺无聊 明天好多活要干 今天懒得干 是吧 你想姐姐们 你上校去了 没人跟你混了 每天在姐姐那个小桶梢里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我希望 姐姐 回学校能好好学习 把专八给考过 然后呢 今年再接再厉 不愿以偿的 考上研究生 是吧 走上光明大道 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就是有点无聊 好歹姐姐每天跟我们 可以混点时间 是不是 完了 妈妈以后都不会说话了 咋整了 我出太阳 感觉小风也呜呜呜呜 中午还可以 中午挺热的 王开安 过来哟 你爸 你爸今天下午还特意 请了个假 为了送姐姐 在家休息半天 你把那个手 你昨天不切了两刀吗 你赶紧那个啥 在午上那个什么 撞个贴 要不是老泡水 老泡水的 打死了以后 再把它再换一张 得不到回答 跟你爸说话 跟你爸说话 跟你爸说话跟莫无人说话一样 听不到个响 错误 正愁语 我打江南走过 第二句呢 你先走到响 来吧 感谢观看